206集 江妍看了一眼照片 发现的确是 面色严肃地点点头内心里 很是满意 嗯 妍姐 那我今天晚上能睡床吗 林雨小心翼翼地问着 别说 睡了几次床 她感觉这床睡起来 确实比那地铺舒服 尤其是还能时不时地 碰一下江妍软绵绵的身子 简直是种享受 不能 谁知道江妍想都没想 直接就拒绝了她 嗯 可是 我的地铺被妈洗了呀 林雨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你就睡地上呗 本小姐可以赏你一床毯子 江妍抓过一条毯子 扔在了她身上 颇有些得意 这混蛋 让你偷星 必须得收拾你 不是吧 这么冷的天 你就给我条毯子 燕姐 不好吧 林雨有些委屈道 没事 你皮这么厚 冻不透 江妍说着自己都忍不住 笑出了声 嗯 我不管 反正我 我要睡床 林雨索性耍起了无赖 直接蹬掉拖鞋 爬上了床 乘大子行躺在床上 深深地吸了口气 嗯 真香啊 你 你个无赖 你给我下去 江妍一看林雨 死皮赖脸地上了床 也赶紧脱掉拖鞋 跑到床上 用力地拿手推着她 但是林雨死沉死沉的 她根本就推不动 嗯 嗯 舒服 哎呀 不过力道小了点 加把劲儿眼界 林雨舒舒服服地 躺在床上 故意拿话气江妍 你 你这个无赖 江妍剑推不动她 便拿双脚蹬她 她回来后 就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此时她脚上 还穿着黑色丝袜 有些划根本使不上劲儿 哎 这个力道就不错了 嗯 来来 哎呀 林雨笑呵呵地说着 接着突然伸手在江妍 滑嫩地脚上摸了一把 一把将她的脚抓在手里 不要脸 江妍气呼呼地白了她一眼 赶紧把脚抽回来 起身跑出去吃饭了 等她吃完饭洗完澡回来 林雨正躺在床上玩手机呢 而且已经换好了一身睡衣 你洗澡了吗 江妍气冲冲地说道 我洗了呀 昨儿洗的呀 林雨翘着二郎腿随意地回答 昨天洗的能算今天的吗 江妍快被她气死了 哎 严姐 你有没有一点科学常识啊 冬天是不能勤洗澡的 你知不知道 会引发皮肤干燥的 林雨毫不知廉耻地 替自己的懒惰便捷 那你不会擦身体乳啊 我不管 反正你不洗澡 就不许你在我床上睡 江妍俯身过去 一手按在床上 一手在林雨腰上 狠狠掐了一把 哎 林雨触电一般地坐了起来 一转头 看到眼前美景 脸色不由一红 江妍穿得 是一身宽松的睡衣 此时 她俯身按在床头 林口自然垂下 所以性感的锁骨 诱人的勾线 以及那俩白皙的龙旗 都被林雨看了个轻光 她看到林雨的目光之后 立马惊呼一声 一把捂住自己林口 脸上不由地红了一片 随后 满眼寒光地看向林雨 呃 我去洗澡 我去洗澡了 林雨吓得赶紧从床上跳下来 三步并坐两步地 跑进了洗手间 砰地一下 将门关上 尝出了口气之后 好险哪 感觉自己刚刚 似乎是和死神擦肩而过 洗完澡之后 林雨哼着小曲 一边擦头 一边回卧室 结果呢 一推门 发现门竟然被反锁了 诶 颜姐 你衣服换完没啊 把门开开呗 林雨以为江妍在里面 换什么秘密贴身的衣物呢 不开 今晚你睡沙发 诶 颜姐 我求你了 你开个吧 林雨哀求道 这沙发上连个被子都没有 她怎么睡呢 不开不开 就不开 江妍学着林雨 刚才那见兮兮的样子 故意气她 颜姐 你要是不开门的话 我就把你 让我在地铺上 睡着事儿 和爸妈说咯 林雨灵机一动 威胁道 睡地铺 你为什么睡地铺啊 这个时候 江景仁正好出来倒睡 听到林雨这话 一脸疑惑地问 林雨吓得一愣 挥身看到江景仁面色一紧 挠了挠头 吱吱呜呜地说道 呃 那个 不是那个什么 什么呀这是 好端端的让你睡什么地铺啊 你睡地铺了 怎么给我要孙子 江景仁眉头紧锁 语气有些不悦 林雨眼珠子一转 立马编了个瞎话 啊 不是现在睡地铺吧 是颜姐说 等生了孩子 就让我睡地铺 她和孩子睡床上 聪明 冰雪聪明啊 林雨不由地沾沾自喜 哦 吱儿 没事没事没事 到时候 大不了换床大床呗 江景仁笑呵呵地说道 行了行了行了 快进去吧 努力去 哦 你起码得先有个孩子 对不对 然后你才有资格谈 水地铺这问题 呃 颜姐 听到没有 爸让我进去呢 林雨得意地喊道 江炎赶紧起身 给她把门打开 等她进来之后 在她腰上狠狠掐一把 稀乎乎地说道 你是不是想死啊 差点就露馅了 两个人躺在床上之后 林雨便拿手轻轻地 勾住了江炎的手 江炎呢 狠狠地在她手上掐了一把 也没挣脱 任由她握着 林雨望着天花板 内心不由有些纠结 不知道自己这么做 是对 是错呢 因为她发现 自己好像既喜欢江炎 又喜欢叶青梅 有点花心大萝卜的感觉了 不对呀 她突然精神一振 一个男人同时喜欢两个女人 这叫花心 但是两个男人喜欢两个女人 这个没问题吧 她现在不就是两个男人的合体吗 林雨和何家荣的合体 她同时喜欢两个女人 这不很正常吗 只喜欢一个女人才不正常呢 林雨的内心顿时豁然开朗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忍不住哥哥笑起来 傻了吗 你笑什么 江炎气得再次在她手上掐了一下 但是林雨突然用力抓住她的手 仿佛生怕她跑了一般 林雨 你后天洗班是不是啊 林雨开口问道 打算干嘛呀 能干嘛 给你当老妈子呗 帮你洗衣服刷鞋洗袜子 江炎气呼呼地说道 现在林雨越来越懒了 以前这些活都是她干的 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就全跑到自己身上了 哎呀 这些活不是洗衣机可以干的吗 你别洗了 回头我来洗 你要是没事的话 跟我去原始市场玩玩吧 好不好 林雨盛请邀请她 哦 帮你们那个小破珠宝公司 选财是吧 让我当苦力 我不去 林雨这么一说江炎 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哎 什么叫小破公司啊 正儿八经的 大公司好吧 林雨转过身来讨好说道 不用你处理 就是我们选好石头 找人擦石的时候 你帮着盯着点就行了 别让人把石头给我换了 注册资金一百万的珠宝公司 还不叫小破公司 江炎翻了翻白眼 最后江炎也没能 惊住林雨的软磨硬泡 勉强答应了下来 林雨和江炎两个人在家打情骂叫 但是薛沁却在办公室里 忙得个不可开交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但是整个公司里面灯火通明 所有员工都在加班 薛总 力达商场发来了产品下架通知 薛总 南疆商城发来了下架通知 薛 薛总 瑞美超市 终止了与我们之间的合作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